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者青花苗红 一直到应观众要求的所谓的 介绍晚明时期的 所以家境万丽的青花还有五彩都介绍过一些 还有之前我们也介绍过一些 所谓的清朝盛世康庸前时代的所谓的发廊产 瓷器 还有昨天就上一集介绍的 也是应观众要求介绍一个晚清时期的 这么一个瓷雕的笔筒 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发廊产 因为发廊产还是所谓的官邀瓷器中的官邀 官邀中的官邀 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美名 必然是有它的道理 它的市场行情也最高 它的审美情趣也最为一般人所接受 所以我们就 当然我们不强调它的这个价钱 因为价钱很难说 你讲到价钱就牵涉到很多事情 真真假假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些很世俗的一些论辩 我们是强调从文化上 比较从精神层次上 当然了 我们物一太极 我们既然介绍它 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太极 我们不会对它的年代 或者不会对它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历史背景跟文化背景 有任何的疑问 有疑问我就不会跟你介绍 这是在我心目中的 字有一把尺 因为你想 我今天主要强调的就是 这是一件雍正的 大型的灯笼瓶 一般都认为 雍正瓷器好 所谓明看成化 明看 讲到精致嘛 明看成化 轻看雍正 行家都这么说 明看成化 轻看雍正 这就是一件雍正 但是雍正一般来说 法郎彩器都是小不叮咚的 十来公分的 怎么会有这种大气呢 以法郎彩来说 这算大气 我跟你讲就是有 信不信有你 因为我在录这个单元 它会存一段时间的 用时间可以验证一切 所以有些专家 就找些论 就是说文博界的太区保守 我要是手边有小的 我就认小的不认大的 就是有这种 不要说是门户之间 或者是 不要说避走自争 就是说 他抱的那块 古人还讲化缠手缺 我们这样讲人家也不好 文博界很多是资深的前辈 但是这自然的 我们中国人一直强调 现在大白话来说 你屁股决定脑袋 你要在博物馆上班的人 你就否定外面的市场 你在外面市场的人 你对博物馆的人 你也会多所抱怨 那在一般市场上买卖的人 像对拍卖公司 那大型拍卖公司 甚至国际级 很会炒新闻 能够拍到天价 也多少有点红眼症 就觉得你们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那这些大拍的人 回头去看这市场的人 又有点瞧不起 你们不能跟我比 事实上它的东西也都是来自于市场 我想不是来自于市场 就是来自于八国联军 偷墙拐骗 再往之前就是什么 两次鸦片战争 1840年跟1860年 你说那会是好来的吗 当然了 我也在英国来过 大英国物馆 我流连过上百次 也因为对里面的一些预期 我也做一些研究 它的东西啊 当然是不完全是偷墙拐骗 但是不可否认 里面有好一部分 我们不要讲百分比了 这样讲啊 不能把它练花 但是我们只能好大一部分 是这样来的 或者是这样来的人 他在转正给他的 或者是在转卖给他的 或者是捐献给他 我们不要说 读果树理论 我们就去牛津大学 那个建桥大学参观过 他那个牛顿当年的苹果树 对不对 虽然他是移植再移植的 但他同源就是那根苹果树 他基因好就基因好 他基因不好 就是中间会存有毒树 这是必然的 我们历史我们不容抹杀 历史是沉淀下来 好的部分 精华的部分 就是所谓的文化 不好的部分 就是大家什么 有些需要 人家所谓的前车之鉴 历史给人提供前车之鉴 我们班班可考了 前车之鉴 但是我们宁愿看起精华 不要看起昭博 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师 说磁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我们要看起精华 但是你不能不了解其昭博 你要了解其精华的文化 也要了解其昭博的 所谓的前车之鉴的事情 好 先给各位破题到这里 这个很重要的破题 一般人还讲不出来 我们既然说这个法郎彩 一定有它的道理 师叔化印俱全 而且是什么 雍正廉制的 蓝料款的 这个 所谓的这个落款 标准的 法郎器 一般不是法郎器的 它不会有四书化印齐全 那个画 各位都看到了 我稍微转弄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它背后还有字 你看它字写的多漂亮 我先照字 不照画 这也是 我们奇特的地方 瞧瞧这个字 这个字 你我都写不出来的 它这个钥匙不是一件 灌摇瓷器 它不是一件好的瓷器 你写得出来这样的字吗 这都是专人在写 专人在写 专人在写 而且它不是写在捐纸上 它是写在什么 写在瓷器上 它的难度 大很大 它的难度相当大 给各位转转开 好 然后你再看到这个画面 再看到这个画面 诗书化印 各位你欣赏画 我把这个诗很简单的 给各位讲一下 它的诗 还有点长度 刚刚看了这个字 写那个字 字体很娟秀 而且还带行器 这非泛泛之辈 写得出来的 所以说 我所谓感受到 这个200%是官邀器 至于你说大跟小 我跟你讲 那个是 那个是完全是谷外行的 那个所谓的民国时期 民国早期的人 古董上一把分座 是不是古月轩的 事实上查根本没有古月轩 从来没有 古月轩反而是什么 民国防 民国揣摩 宫廷的 法润采气 揣摩而防制的 当然现在来说 也是古董了 也是百把年了 那个才是古月轩 就是晚清到民国时期 防的 那叫做古月轩 那古月轩它都防得 小不定东 还防那边湖 瓷器里边也就是 那么十来公分大小 是这样 所以被大家扭曲误解 一直认为它没有大气 再加上台北故宫 我们讲来说 我们都是蒋公的信徒 中文在名字 刘卫华 你就知道 我们家里面 世代军人 但我们要讲句公道话 蒋公当年跑来这边 报了这么多的国报 这是聪明 这是英明 这是睿智 这是还有大中国思想 大中华文化的思想 你看这么战乱 它不报了黄金 黄金那还也报 但是你看 它要不报这些东西 它可以多报多少黄金 你愿使黄金而报这个文化 这个是有见识的一个领导人 这是正面来说 反面来说 但是是一个什么 拜兵之将 对不对 拜兵之将 你所能当初拿到的 家里面逃难也是 你一定取一些细软 你不可能把家里面的 那个什么 那个大雕像 你都背着跑 不可能嘛 对不对 一定是细软 这个我们那个拜那个神佛 有时在藏传地区 藏传佛教地区 不管蒙藏 你看他们在那个 为什么留心这个什么 弹卡 他就是为了取之轻便 拜佛一展开就可以 而且你看 那个藏传佛教 他们雕的那个 那个铜像 就是那个神佛像 神佛的造像 都小小了 小巧精致 为什么 你在那个游牧民族的一个立场 你还考虑到 他的时代背景 历史背景 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背景 那么人呢 要有机的去思考一些东西 被挨挨板板 就整工 这么一个 英明 伟大的一个领袖 但是也不可否认 处在战败的状况 一什么 细软一卷就要跑 你不可能太大的东西 带了 所以也就感觉到我们这边的瓷器 也好 玉器 取其筋 而不取其体量大 那他为什么 当时皇宫里面的那些大瓷器 为什么不带呢 是不是 还有那个大瓷器 几十吨重的那种 对不对 那种瓷器 我们讲 不要讲名称了 那些名称 有的后来被丢到公园 丢到哪里 那后来才被发现 那是元朝的一个什么国宝 我们只知道 那个大瓷治水图 白玉 青白玉雕的 还有那个什么 还有碧玉的 乍看像石头一样的 一起出来才发觉 那是国宝 后来被人家去淹咸菜缸 当咸菜缸 然后在寺庙里面 也亏了这些精力 他才保留了下来 所以好 我们再回顾之后 我们再向前看 我们这个诗书画印 我们这个字 我把它念一下 这个诗 它是真情枝头五 四孝百媚生 清运生流远 芬芳家气多 你看多好听 这个诗你看多好 这个诗它是自己写的 它是引述别人 它是取其意 没有取其形 你去在什么Google 查不到这样的一个原文 查不到这样的原文 它是自己提写的 所以 真情枝头五 四孝百媚生 清运生流远 清运 运味的运 声音的声 流远 流传 流传远方 清运生流远 芬芳家气多 多漂亮 它的用印 用的那个诸红印是什么呢 我看是加厉 抬头是加厉 若款这边是四十根清香 四十根清香 这太漂亮了 要是意运都符合 而是跟画面都有配合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加重 我今天凌晨 我还泼了一篇文章 泼了一篇 这个盘子 58.5公分的一个大盘 也是雍正的 雍正的法郎才 不过它没有提诗 它没有提诗 它是纯粹 那个叫做 群方注授图 各位有兴趣可以上我FB去看 群方注授图 群方注授图 它也是画的梅花 红梅白梅 然后有一些什么呢 还有一些牡丹花 最缺少不了的就是那个林芝 看起来小小的 但它处在一个关键的位置 我今天就要从这个林芝破题 因为很少跟你谈 这么感觉上是细节 但它却是一个重点 但画画 少少大家都会看 美丽的花朵 牡丹花 但它背后的寓意 在那个小小的点点 一个小红点上面 它所代表寓意 这不一样 这真的是不一样 而且跟我们这整个的文采有配 我们这你说 昨天我铺了个大盘 很大 58.5公分 以这个雍正瓷器来说 算是顶级的了 之前有人拍卖过墳采 我那是法郎采 群方 注授图 我再强调 你去Google 不是Google 你去上我FB去看 我的那个短位 群方注授图 那个跟这个 参合在一起看 你就会比较明了 事实上我们这一件 跟那一件 也有几个类似 你说我们这是群方注授 行不行 也行 也成 因为他有那个林枝 林枝如意 林枝如意也象征着长寿 而且他这个树枝 树枝 有那个雍正皇帝都喜欢长寿久安 他的枝叶都喜欢画 有一根长出来 像盘子来说 它是过墙 我们的群方注授 群方注授大盘 它是过墙 从盘内画到盘外 盘外又有一片天地 别有洞天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这一件 要跟那个群方注授图图的大盘 一起合餐起来看 更有味道 因为那一件 它有过墙的一些画法 就是所谓的长寿 长寿久安 那长寿的寓意 那我们这边 没有过墙 但它也有长寿 同样的都画有林枝 同样的都画有红白 红白梅花跟牡丹花 尤其是那个林枝仙草 这共同的题材 这非常重要 所以我这时候了解了 这样的一个程度 我们再来把它念一遍 他也就是一种气氛 他也就是 也是在创造一种 什么样的一个氛围呢 就是给你 大家都快快乐乐的 前段来讲 这个真情之头五 他很happy 很自在 就四孝百媚生 就是那种 一直很愉悦的 以我们《易经八卦》来讲 是属于对卦 对卦 对卦就是代表 你看那个字形 就看得出来 就像是一个笑脸 我们从他的摇 摇上的变化 看得出来 对上缺嘛 下面两摇是羊羊 上面一个也是阴阳 就像一个人开口笑一样 所以那称为对 就顿换钞票的对 你加个塑星边 就是越高兴 你再加个言字边 就是talk不停 talkative 就是我高兴的时候 我讲得不停 这是有他的寓意 好 第二段是 清运生流远 听得更清楚了 清就是大清帝国的清 清朝的清 清运生流远 这是不是也是带有点 不但给个人注寿 也是给他的一个帝国在注寿 他是一个帝王至尊 当然就是 是不是 也是一种群方注寿 而且住的是大清帝国 但是我们就个人来讲 雍正皇帝是一个很有文采 很优雅的一个人 他很注重清运 那种运味 那种 你看他做的瓷器 他做的任何的一个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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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味 都是很典雅 都是很典雅 哪怕他去访前朝 访古人的瓷器 他都做的非常典雅 所以 为什么清看雍正 所以清运也可以做这样的解释 声流远 他做的好 所以大家都珍惜他 国际大拍 你看最近拍的老高老高的价钱 我记得没错 也是雍正的大器 雍正的大器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法兰彩 不是法兰彩 我记得是一个青花 青花又里红的 好像是天酒瓶 也是他拍的价钱 也像吓死人 为什么 雍正 雍正他的东西 雅 雅中 而又有其大的 那更不得了 就像我们这件 又雅又大 清运生流远 芬芳家气多 芬芳家气多 我们刚刚就 入款的小红章就看出来了 四十跟什么 那个朱红印 四十清香 芬芳家气多 芬芳家气多 也就是 我刚刚一再讲 那种气氛 那种欢愉的气氛 那种美丽的气氛 那种美好的气氛 非常能够enjoy 而且能够让人轻润其中 而久久不想离山 这样的一个 好 我这方面讲 我刚刚回到 这画片也给各位照一照 给各位去欣赏一下 大概照一照 欣赏 其实我不知道应该看得到 这么个大家 因为镜头开广角 所以它镜头上看起来 凭着有点变形 它完全没变形 这个雍正的那个瓷器 我讲 虽然是两三百年了 大概超过250年 250年到280年 这样大概的状况吧 250年以上 270年了 你看它的这样的一个 不但形状好 很规整 这是以雍正的个性来讲 它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它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它不可能容许那种 不周正而变形 在说法郎采在当时来说 是相当贵的一种原料 料贵 工又难化 料也贵 工也贵 它不可能拿一件撇货 拐瓜裂掌 它不可能来化这么好的料 所以它也非常 你一上手就感觉舒服 抱着它 你要是睡觉 你都觉得很舒服 手感觉我们玩玉的人 一上手就有那种 似玉而非玉的那种感觉 但爱不适合 真的不骗你 你有机会 你要是来拜访我 你想看 我就让你上手把玩一下 那感觉就是让你滑润滑润 那些小心 那小心 那不小心 那会出流掉 这真是好东西 你不管它从它的诗书画印看起来 诗书画印巨拳 而且漂亮 而它本身的那个胎右 感觉嫩嫩嫩嫩 很舒服 我刚才讲 为什么 这一件诗书我感觉 肯定是永诚 而且它的寓意 它代表着一个 有不凡的寓意 你不要看这个小小的 这个几个点 这我们讲的 画这个 我只给你看一下 在最下面 看起来 最不起眼的 这四朵 我现在大概 不止四朵 五朵 六朵 我再看一下 我老法眼看出来 有六朵 朵在这下面 这六朵 这六朵叫做什么 灵芝 灵芝现场 灵芝 各位 我就要解释这个灵芝 我们一次一个重点 一个主题 灵芝 为什么我说灵芝 我先讲 雍正 他们都说 雍正皇帝是信佛教 后来他又是读儒家书的 对 都没有错 他也跟藏传佛教的关系 非常的好 也经常请那边的高僧 来这边诵经 包括乾隆 都有 但是你说他骨子里的 中心思想是什么 是道 骨子里他是修道 你说道高一点的 要是谈到了理论 思想那是道家 谈论到一些什么炼丹术 你可以把归归为什么道教 他骨子里是这样 所以你看没有 现在圆明圆 为什么现在查不到相关的记录 为什么 因为被乾隆皇帝 把这些灭积掉了 因为乾隆皇帝 他原则上 他对自己的父亲 他虽然跟父亲没有跟祖父 康熙来得那么亲 但是他到底是他的父亲 所以他的父亲有关在 圆明圆炼丹的事情 他当时下令 不准宫女太监对外讲 而且把他父亲就雍正皇帝 养了一批道士 私下租书宫 把私下租书宫 而且他在所谓的 我们那个邪史 每一个朝代都 下一个朝代写上一个朝代 下一个皇帝写上一个皇帝 比如说某某纪实 亲世中 实录 亲世中实录是谁写的 当然就清高中的儿子 来写了 对不对 他还是命令人来写 所以他把他这一点给淹灭掉 事实上圆明圆曾经在里面开炉 炼丹也好 修道也好 那是进出用的材料 你看那时候这方面记录是抹不掉的 在他的那个档案里面 运煤多少盾 运炭火多少盾 运什么药草多少盾 他在进进出出是这样的 他还有一些矿物原料 这也不容我上 历史就是历史 而且信道教 或者道家思想 不丢人 中国传统的东西 甚至于他是满源 他还有监奉什么 沙满教的 满人在最早以前 西藏最早以前也是沙满的 像我们带着这个天珠 天珠来说 不完全是藏传佛教的 天珠所以他迷人之处 他又有汉文化在里面 他又有藏文化在里面 他有佛教的 有藏传佛教的文化在里面 他更早还有沙满教的因素在里面 他是很综合的 最古老的天珠在哪里 在阿富汗境内发现 所以我们要研究的东西 我们要从客观的角度来论 你比较喜欢佛教 你可以从佛教这边去切入 但是你要总体来论断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 所以我们今天就讲 他是一个标标准 内心是以道伪尊 道伪尊 炼丹 那些被 所以他在炼丹的地方 当初叫做什么 秀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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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讲清秀家人 那两个字颠倒 秀青春 后来他在圆明园的秀青春 被他儿子 被乾隆皇帝 改一个名 改的也很妙 别有洞天 就是在别有洞天 他圆明园的井里面 别有洞天 就他当初在里面修道的地方 炼丹修道的地方 你说是不是 我讲的是不是 都有其根据啊 这绝对不是会真会 这是真实的 好了 讲到了 道家也好 道教也好 不能不提个老子 道家的所谓的 老子是道家里面的一个始祖 也是道德天尊 也是道德天尊 因为老子写了道德经 五千字 五千字这个道德经 是全世界流传最广的中文 也就是除了圣经希望 整个信奉 圣经之外的 经典里面印刷最最多的 流传最广的 当时我在英国的时候 我带了一本英文版的 老子道德经 后来被里面的一个老师 被我们那个学院里面的一个老师 奉为归孽 他后来他要去修道 一方面去教英文 一方面去修道 他是去尼泊尔那一带 尼泊尔布丹那一带 因为他是苏格兰人 苏格兰人 但他很有那种 所谓的道家思想 但他又是懂非懂 但他身体力行 这洋人很奇怪 他就申请去那边 艰苦地区去教学 他古自己最好去修道 然后他就把我那本书给借走了 所以我那本经典 说不定现在还在 布丹跟尼泊尔那一带流传 那个英文版的道德经 所以我讲的 确确有其事 所以老子 老子所谓的紫契东来 我们都知道这个 在历史上典故 所以老子因为他处在东中末年 东中末就是春秋时代了 王室一塌糊涂 那诸侯要群雄并起 你争我夺的 老子看不下去 老子当时在做一个什么职务呢 他在做东周的太常 东周太常寺之使 就是管使的 东周太常寺 就像现在的我们讲的 中央图书馆的馆长 东周守长使 东周守守长使 所以他当时此官 大官 他就骑着什么一批青牛 一路往西行 他要去引顿 引顿的 这个经过了现在河南 现在河南最西端的一个城 一个小城市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家喻关 这个韩谷关 韩谷关 经过韩谷关的 韩谷关的当时的令 当时的这个韩谷关 这个官主啊 所关那个 官令 官令叫做引起 官令引起 那个人正好他会观天象 外观他 紫气东来 他必有圣人 就必有圣人会出现 就赶快出城迎接 果然看了老子 骑了一个 一批青牛 这样的 所以当时紫气东来 是迎圣人 你看我们现在在故宫 还可以看得到 有周朝的 克斯上面的绣画 克斯画 跟宋朝的 捐本的画 都有老子 骑青牛 出这个 韩谷关 这样的一个画片 而这两个画片 我就举例 这样的一个画片 他们的共同特征 什么景物都没有 就老子 跟一条牛 地上就有什么 出现两朵 对 两朵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林芝 这林芝在 跟道教是绝对密切相关的 它是仙草 到现在大家都认为 赤林芝可以长寿 在古人更把林芝神化 道教认为 林芝爆骨子 这样 赤林芝可以 可以修仙成道 可以升天 可以成仙 而且 而且我们的《山海经》里面也说 《山海经》里面也说 说他那个神农师 就是那个 我们讲他这个 炎帝 炎帝的神农师 炎帝他的妖女 姚姬 叫姚姬 他妖折之后 他妖折之后 那个炎帝很伤心 封他为乌山 在乌山之台 是乌山女神 乌山女神 这个很有典故 乌山女神 他在那边主管云女 乌山女神 他那边就是什么 出产这个 而且 所以林芝 也就是所谓的姚草 为什么叫姚草 这因为是姚姬化身的草 因为他 吃了这个草 可以成仙 可以什么 一辈子不死 是这样的 所以老子相传 老子活了将近两百岁了 所以那我刚刚把那故事讲完好了 他这个 他这个守成的这样的一个官主 在引喜 官主引喜 他迎来老子 礼遇他 然后老子一高兴帮他写了道德经 道德经上下篇 留了这个著作之后 老子就继续西行 引论起来 所以据传 他这活了将近两百岁 谁也没有再见到他 这是这样的一个传说 所以这个道德经 所以这个道德经 在那个情况下 所以那个道德经 对一些 对后世流传的 我刚刚讲了 是所有经典里面 除了圣经之外 它是被人阅读 印刑 发行量最大的 一个经典 而且字数最精简 这五千字 你说这个重不重要 而且在老子重要的画像 青牛的画像 地上都有两朵 这种 宋朝 我们现在给诸宋德道的画像 宋朝就开始就有 这至于之前应该都有 地上就有灵芝 所以灵芝跟道家的关系 绝对是密切 我们的原始天尊也好 我们的道德天尊也好 这给人家的这种 但是老子《道德军》里面 有一句话 我们讲的 修身养性 他讲了一句话 在结束之前 我给各位提供一个参考 他讲 生而不有 生而不有 为而不是 长而不展 是为玄德 道德经就谈这个德 这几个字是他的精华 我解释一下 生而不有 生而不有 比如说 这东西是我创造的 我出生的 或者我创造的 像一个小baby是妈妈生的 或者像一个科学家 发明一个科技的东西 生而不有 我创造它 但我不拥有它 这是道家的 这种伟大的地方 你不要光看道家一些不好的一些末流 你不要看那些末流 你要看他的这个 群其根源 就是最重要 这就是根源 我生而不有 我 为而不是 我帮助一个人 或者促成一件事情 为而不是 帮助一个人 或者促成一件事情 我却不拘工 我不去跟他指东指西的 我帮助他 让他自由的去发展 那最后一句话 是关键的 最后一句话 是什么 这个 这个 我养育他 把他培育起来 把他培育成功 长而什么 不宰 而不宰治他 不主宰他 我不去控制他 不去操控他 这是 所以是为选的 选者大也 这是最大的一种德心 这就是最大的一种情操 这是 你要是万事万物都这样的话 哇 那真的是 那是 那是真的是 不但是 不但除了理想国 那真的是我们的世界大同 世界大同 除了跟人类的世界大同 跟生物界 植物 森林 动物 各方面都能够和平相共存 那就不会有现在的 什么新冠肺炎 也不会有什么 什么艾滋病 也不会有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最高的德心 他是为玄德 从这个理论 观念来说 我们这个 吃灵芝可以呈现 能够长生不老 能够呈现 能够升天 这样的一个道理也解释得通了 吃灵芝补身体 它跟西药不一样 它是撞你的 它是赔你的缘 雇你的本 就跟我们八字来讲 你的缘神强旺了之后 赏东西小小的充客都不怕 所以它也是这样的一个理论 是为玄德 我不宰治你 我帮助你 就是帮我扶了这样的一个仙草 林芝之后 它对我们各个器官 它都有辅助的作用 而它不去宰治你 不去攻击你 不去硬制 填压式的喂养你 它是把你原来的功能 发挥到最高点 每样的功能发挥到最高点 那这个自然 你在身体就像一个小宇宙 我们天人合一的观点 身体就像一个小宇宙 各个器官都能够升华了 什么毛病就没了 它是这样 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很瘦 肠胃不好 一碰到有压力心情不好的时候 马上胃痛胃胀 什么东西吃不下去 人呢就是也胖不起来 而且会有情绪病 因为我们这比较敏感 比较有feel的这种 比较敏感 感性比较强 后来也是遇到一个老中医 我这一生遇到两个老中医 我最佩服的 一个在英国 我当时腿临时受伤 等于说是脱臼又不是脱臼 反正他给我针了三针 马上好 我顺便跟他讲 这脖子我常年 以前年轻跳降落伞 受过伤 常年经常会闹疹 干什么 他说我也再给你针一针 补一针 他这一针让你一年半战里面会气血畅通 他讲结果是真的 结果是真的 后来我发现他不错 后来回头再找他 他回答了 他是出来住诊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在国内的那时候 我更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三十岁左右吧 还不到三十岁 将近三十岁 三十岁左右的时候 儿立之年了 他那时就说我的脾胃不好 脾胃趋寒 他说我这怎么 他说不用治疗 他会跟你 等于说 他调理你的脾胃 他说你的身体的状况 那些东西 不是因 只是果 因在你的脾胃 他又调理的药 什么熬中药 没干什么 耐着性子熬 吃下来 吃了大概一年多吧 我记得 熬下来 整个身体体质变化 本来有寒性体质 变暖性体质了 因为人啊 你自己就感觉到这个阳性 干什么 胃口也很好 当然后来胃口太好了 就变了这个 什么所谓的啤酒度 但是他调理你身体 这是我感受得到的 就像这个 我刚刚就讲的 世卫玄德 老子道德就讲 也就是这个林芝草 他对人体的一种功效 他在跟我们修心 养性的老子道德经 他是不谋而合的 他是趋同的 他到了一个境界 就是这个道理是相同的 好了 我们从这样的一个 再回溯到我们这篇词性 你这样的一个观点 再来欣赏他 是不是他有个不一样的感觉 也印证了 就是雍正皇帝 他确确实实是心中 他心中最爱的那一块 他心中最软的那一块 就是道家思想 所以我们从小小的几个林芝 上面就可以看得到 你仿佛看得到什么 乌山女神 你就是神龙是最炎地的妖女 所谓的姚姬的身影 他化身 姚姬化身为林芝 所以我们到楚怀王 楚怀王 他父子两个 都曾经到过乌山 也做过同样一个梦 所以他们才有一些史诗的相传 而且在九哥里面 屈原在九哥里面讲那个三鬼 三鬼就实际上就讲了三神 也就是讲了什么 也就是讲了 时间不容易 要不然可以再讲细节 姚姬也就在谈姚姬的这种 也就在谈林芝 谈姚姬 我们现在说乌山女语 这个典故就这样来的 姚姬他是主管这方面 实际上他就是林芝 他也就是我们雍正皇帝 一直陪圆固本养生 当他后宫 他是一辈子 他是一个什么 微观很清廉 很认真 太认真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工作上的拼命山 那他的后宫后非 他又是属于很浪漫的人 我们之前就讲过 他的感情也很丰富 所以感性理性都这么冲筛的情况之下 他的身体为什么会比较负荷不了 所以他要借助的这方面 不管从心性上需要他 或从实体身体上的医疗照顾需要他 至于怎么样 以后我们还有续集 我们再看下去 今天说到这里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